第四集 兵器片 江湖传说 大侠郭靖 女侠黄龙 把神雕大侠扬过的玄铁宝剑 加天下精金 铸成一刀一剑 刀名屠龙 剑号以天 谁能够得到就可以雄霸天下 兵器是武侠文化的重要部分 所谓十八般武器 是对冷兵器时代四百多种兵器的概括 包括刀枪剑戟 浮越勾差 连剪锤砖 躺关硕霸 灵器是对江湖侠客身体器官机能不足的一种有效补充 说白了就是辅助的人工装置 作战时加强防御和攻击的能力值 但持有一两件罕见的神兵力气 也是一种身份和地位的象征 能和你的名字交相辉印 就像小李飞刀和唐家霸王枪 好的兵器和四十五度角仰望天空的动作一样 具有瞬间提升逼格的作用 所以闯荡江湖 兵器尤为重要 如果你不幸选择了剑不适宜的兵器 比如冰铁大棍 板斧 大枣子 少林禅杖 鳅翅钉耙什么的 就活该你在武侠世界里撸一辈子管 而如果你选择的是剑 那同喜 你已经在英雄的道路上迈出了第一步 不仅笑江湖只可待 保德美人归也是一如反掌 剑素拉以百兵之尊主称 江湖地位很高 名门正派的衣食住行都离不开他 华山派弟子就用大宝剑来做个荤素搭配的晚餐 武当派的清明大宝剑 切勤断育 削铁罗尼 与子雄一战 连续击败双刀 长枪 长剑 双手剑 剑 双钩六种兵器 在客栈更是大杀死方 少林缠杖的宝器纷纷落马受响 祸元甲中 李连杰以中国剑对西洋剑 把中国剑法的飘逸灵动表现得淋漓尽致 因为本身具有的文化内涵 剑被中国人赋予了各种神奇的想象 如《中风不败》中天马行空的独孤九剑 树山转中的御剑飞仙 西游项目片中的飞天大宝剑等等 古人云放下土刀 刀杀其最重 为强盗土匪江湖盲流所中爱 但其中也不发走霸气路线的大侠 比如凤红雪 须客的断刀课中 赵温卓对战一身可怕为甚的黑社会老大 熊老大的刀热上全是巨齿 更可怕的是 刀尾的机关呈三片断刀 可以近身杀人 而赵温卓使大则是断刀 刀尾的铁链增加了攻击的范围 通过高强度的身体旋转 增强力量和速度 出刀快如闪电 相比于剑 长枪更具淋漓杀气 扛着正义者的兵器 岳飞临冲都是使枪的名家 当然也别忘了没枪头也捅不进去的唐家霸王枪 好 谁说没枪头就捅不死人 武侠片对枪表现最丰富的是李连杰的红西冠 枪法变化多端 还能变成三节冠使用 活像枪中的变形金刚 新少林武祖 霍元甲等片中 也有对枪法的精彩展示 如果你不信身为屌丝 连剑都置办不起 那么棍也是一个选择 其优点是易学易用 所谓越棍粘刀一辈子的枪 缺点是不太美观 扛着它闯荡江湖 很容易被人当成棒玩 以上说的是主流 如果你贼有个性 自然也可以标新利益与众不同 张彻为了对付奇甲刀 发明了金刀锁 刀身上是有机关 对方刀刃如内就被锁住 这个时候 再抄一把水果刀 切一下对方就光荣了 高手草木竹石皆可为鉴 马小军同志包里方块砖 就能当流星锤用 这一手 黄飞红师傅也会 至于石神里的折袋 更是个绝佳的发明 要你命三千 如果想这些武器不够劲 还可以把它们结合在一起 这就成了要你命三千 不过这些屌丝武器 女神们是绝不会用的 人家青霞小姐随便做点针线活 一边织毛衣 一边念着主席诗词 用指尖的绣花针 就打得你口吐鲜血 还有一见无邪的冯夕范老先生 一个大老爷们儿 也没脸没劈碗针线 也真是蛮拼的 另有一种江湖人士 选择用平民职业做掩护 比如五郎八卦棍 平时是卖油条小点的 那反面这样的也是 自己的杀人兵器 功夫里的琴摸双上 在弹琴卖上的同时 兼职杀几个人 武器也是吃饭的家伙 而做到极致的当属007 和新龙门客栈的达子小二 一把杀猪刀闯天涯 最后刀从屠夫变成了平民英雄 最后也不能忘了广大的妇女同志们 闯荡江湖的女人都爱抽鞭子 比如东方不败里的任盈 白发魔女传里的恋泥商 全霸二中的中国老板娘 也就难怪你才说 要去见女人别忘了送上鞭子 在轻重缓急不断变化的抽打中 鞭身与肉身发生剧烈摩擦 配合受击打者的痛苦叫喊 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好 现在你的江湖的武功兵器 都有了深入的了解 那么怎么把它们变成一部精彩的功夫电影呢 中国功夫史的第五集技术篇 将为你揭晓最终答案 想观看更多中国功夫史 请点击网页视频下方的订阅键 每周二更新 一手新鲜绝对沙发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